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陈小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冲击 澳门特区政府反应迅速 措施得力 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 在海外疫情仍然严重的情况下 澳门作为知名旅游城市 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显得越来越迫切 十四五时期 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粤港澳大温区建设 澳门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既实现更好发展 又助力国家建设 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先生 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 特首您好 2020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澳门特区政府快速反应 措施有力 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 近期您也率先接种了新冠疫苗 现在第二批国产疫苗也运抵澳门 请问澳门何时能实现全民接种疫苗 您认为接下来澳门疫情防控的重点是什么 对于这一场有关的疫情来讲 是个全球性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来自不易 那总体来讲我们连我们输入的个案来讲 我们是四十八中 四十八中里面来讲 我们还是零死亡和零有关的社区爆发 到今天来讲 我们已经是343天 已经是没有本地个案的发生 作为2021年 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还是把抗疫工作放在首位 我们在国家的支持之下 我们拿到了疫苗 都由我们的市民自己去挑选 用哪一种疫苗 现在我们已经有四万多人登记了注射 那我们估计了我们应该再过几个月了 可以大概覆盖面可能比较广了 那我们的疫苗我们也是充足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有信心 做好我们澳门本身居民的这个有关的屏障的工作 我们希望澳门居民做好屏障工作 我们内地 我们的海外 我们的其他国家的地区的人民 都能够做到有关疫苗的覆盖 那对我们的旅游的发展 对整体的来往都加 维护到正常 这是我们的想法 澳门作为文明全球的旅游修建城市 旅游业这次也受到疫情的很大的冲击 现在澳门面临的经济压力 您认为是怎么样呢 在当前形势下 就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是不是紧迫性更加强 然后您认为 就是特区政府在这方面 有一些进一步的规划吗 作为特区政府 二十多年以来 它一直都在为产业多元化做了不断的努力 但是旅游来讲对澳门这么一个小城市来讲 也是一个重点的发展的一个产业 我们在2019年 我们基本上达到差不多四千万游客的这个量 旅游是澳门一个重要的产业之下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肯定经济上有所影响 这是必然的 多元化 我们还是要再加快发展 那在我们的新的一个五年规划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定位四大产业 作为我们的抓手 我们像大健康产业 我们的金融产业 我们的有关的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 这四大产业作为我们的抓手 每一个产业里面 我们先落实到一两个大的一个抓手的项目 从这里切入进去 我们加快这一块有关多元化的发展 那另外来讲 我们在科技方面 我们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四个 我们有打健康方面的 有IC方面的 我们有卫星方面的 我们有智能化方面的 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 进行有关的和内地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这一批的科技人员和我们的内地的 有关的产业能够结合 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发展成为产品 那对我们澳门的产品多元化了 有所新的一个台阶 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和支持之下 我估计应该不会很久之外 就可能会发生有比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设施委规划把我们的和恒勤的深度合作区 这一个方向进去 希望尽快出台 那对我们的整体产业多元化 有一个新的发展的台阶 说到澳门的经济多元发展 我们不得不谈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您认为说作为大湾区的重要参与者 澳门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什么 大湾区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区 是各自发挥 它自己的优势产业去发展好 不要重叠有关的产业 这才是我们的大湾区发展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向 最近来讲我们上两个月 我从大湾区各个城市去拜访和参观之后 我感觉到他们都发挥了自己本身的优势产业 所以这方面来讲 没有重叠 不重叠地去发展 不浪费资源地去发展 不是恶性竞争地去发展 这才是大湾区发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 最良性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机制 所以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讲 我们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希望和我们大湾区各个城市 融合在一起 发挥我们的优势 哪一方面 像我们的重点实验室大学里面的 我们在珠海 在内地和其他的城市 可以进行有关的合作 我们的大学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和他们共同举办新的大学 我们在澳门的大学 像我们的旅游学院 和一位大湾区的旅游有关的学员 去做有关的培训和培养的工作 这就是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 和他们共同发展 我们知道说一国两制是大湾区发展建设的优势 但也有人担心说像越港澳之间 可能规则有一些不一样 可能也会有一些挑战 不知道您认为说在这个规则衔接上 当前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继续推进的吗 位置来讲最主要是法律体系不同 这是肯定的 我们大湾区我们所讲的九个城市 和香港澳门都分为三个不同的法律 像香港它是普通法 它是案例法 但是澳门来讲 我们是城文法和内地 是同一个法系 我们大家相同的情况之下 在操作层面上面都比较好操作 现在我们的澳门的律师也在大湾区已经开了律师事务所 等这一方面来讲 都加强了他们的这一方面的往来 有这方面往来之后 大家加深了有关对法系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了五届 我在澳门立法会工作了也三届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 我也充足了信心 在法系上面我们能够和内地能够配合得好 恒情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是个新的机遇 因为我们澳门地方面积小 恒情有106平方公里 所以这个面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发展的空间 希望两方面来讲 双方通过真诚的合作之后 我们把这个空间能够发挥得最好 当前国家正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刚才您有提到澳门也要参与这方面工作 您认为特区在搭建中国与普与国家商贸服务平台方面 下一步有一些什么新的规划 现在来讲我们在中普联合这个有关的进行的 有关我们的有关的部长级会议等等 这一方面对我们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那有关的普与系国家 我们现在不断地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 去年又增加了一个 那在这么多国家里面 这个两亿多人口的一个群体里面 我们怎么做好我们的相互之间有关的商务往来 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平台的角色 和他们怎么共同去探讨有关的 有这个中普大家这个平台之间的发展 我们是同一个法律体系 我们希望和他们更建立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这一方面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去年的部长会议延迟了 我们希望今年能争取能够开造这个会议 澳门市民素有爱国爱澳的传统 回归以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时间 不断地向前推进 您认为说这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澳门来讲从违规二十年和违规之前 这个有关的过程来讲 我们爱国爱澳的传统来讲 还是比较保持的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教育 第一来讲是教育 从小的教育 对我们的爱国爱澳这个传承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果教育的不好 我们在这方面走偏了 作为发生其他的不同的看法 要从小在教育上面下手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没有放松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们特区政府也 经这一届来讲 我们加强了青少年的爱国爱澳的 有关的教育基地 我们从这一方面来讲 还是要加强对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下一代 要他们保持这个优良的传统 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们办起事情来讲 大家比较容易统一事件 像这个疫情大家看见 他们都是很支持特区政府 很自觉地去做好有关的防疫工作 相应来讲 因为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好了 内地有朋友也可以到澳门来了 这是商工上层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到 让老百姓摸得早 他感觉得到 爱国爱澳这个方面 他们知道有这个情维来讲 对他们以后的发展的好处在哪里 像我们很多居民现在在恒情 也拿到了有关的医疗保险等等 这种在以前想不到的 最近来讲 又把我们单排车可以到恒情 这种随便可以上去的方向 这是以前也想不到的 那这种都是我们在良好的基础下面 才能达到 所以这一点市民摸得早 体会得到 那最后来讲 他们就产生了更加为爱国爱澳 对澳门的发展会更好 特首您刚也提到 您担任了好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以特首身份来参加全国两会 您这些年来有感觉到 内地或国家有什么发展变化吗 还有以不同身份来参加全国两会 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出席到列席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一个是有表决权 一个是没表决权 这就是一个最大区别 在第九届我参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到了十三届我辞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为止 横跨是五届 进到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时候 中国的GDP还没有跨越十万个亿 2001年才超过十万个亿 今天的广东省去年已经十亿万个亿 它已经超过了2001年的全国的GDP的重量 那我们今年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亿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这个20年是我们中国在立法上面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面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配套的法律 每一条每一款我都经历过 所以在这方面是很有体会 中国的发展也是以法治为先 先依法治国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定出来的依法治国 在依法治国下面 所以人大常委会立了很多的配套的法律 我们看见哪一方面我们缺乏的 我们补在哪一方面的法律 那我们把这个基本上 我们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那现在我们不断的补充 我们去年我们完成了民法典等等 所以这方面来讲 也是我们国家在法治上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跨欲 所以这个20年我感觉到我很充实 在作为一个人大代表 一个老常委来讲 我感觉到我很充实 因为都参与 我感觉到为国家自豪 也为国家的发展 也很高兴 也为自己参与了 这一个大时代的一个工作 也感觉到很光荣吧 国家的未来 我们肯定是冲亡一个信心和发展的机遇 我们澳门来讲 按照国家这个大的方向来讲 我们是国家的一分子 我们在按照国家这个有关的方向 我们把握好国家发展的 我们澳门的机遇 我们一定会把澳门做得更好 目前香港的局势受到大家很大的关注 然后这一次全国人大将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也引起各界关注 请问您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现在在讨论的有关的决定 加上有关的修改 这也是人大的权限 香港的选举制度上面 存在了有关的漏洞 存在漏洞 现在我们把这个漏洞堵上 希望他更加健康的 能够把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做好 澳门来讲 我们做好我们两个有关的行政长官选举 立法会的选举的有关的程序 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有了我们的国安法 我们在一早 我们在1909年 我们立好我们的国安法 那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不能不让有关的外国势力 在澳门能够这么干预我们的工作 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个工作放为首位 因为我们现在看见香港的问题 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香港的问题 也是很多国家外国人 在插手在干预 而产生的一个后果 所以澳门来讲 我们要做好这一方面 我们把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法律 系列的法律 我们要立好 要补充好 第二来讲 我们还是按照现有的制度 保证我们今年的 第七届的立法会的选举 能够完美完成 好的 非常感谢特首接受我们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着水分装 我们现在会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